明天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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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跟曳山的案子談扯了 走吧 音樂 音樂 但是這門課就是 這四個老師一起開手 所以就變成說 每個老師他們都必須要 可能都算是第一次正式的 錄這種比較長的課程影片 那前面的溝通的時間 還有建立他們自信性的時間 就會要花比較久 大概是這個比較挑戰這樣子 那這次因為是比較實惡性的課程 那我覺得我在錄的過程中 其實關於對於大數據這個主題下 對你的運用機器有更深的了解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 就是讓我更具體的了解大數據這些事情 關於人們關心哪一些以前沒有注意過的新資料 想哪些不同於以往的新方法 以及這一切是如何在業界給應用等 大量學生就是在看了這個架構裡面 就可以選擇自己比較喜歡的知識點 去進行的學識 這次行課有一種的課程設計 主要是就是透過直播來呈現 然後直播其實是我們第一次的嘗試 而在這邊就是其實有蠻多的作業形式 但是跟平常錄影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就學到很多平常錄影學不到的東西 順帶一提 只不過的時間是在4月13號中午12點10分左右 請大家可以準時收看喔